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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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了 为什么罗马会兴盛呢 首先看看那些人吧 这里有几个人 我们看一下 这个人是谁啊 凯撒 知道吗 凯撒很像一个战士 是不是 很像一个战士 所以很精干 很精干 下一张我们看到的那个人是谁啊 这个人是乌大卫 我们注意到乌大卫下面有个什么 有个小孩看到吗 他表现他是很那个爱命如子的 他下面有个小孩 所以呢 他也是个战士啊 全身那个披 披着那个凯家 他也是一个战士模样 这就是奥古斯多 真正当上皇帝 但是他不叫自己把自己称为皇帝 因为皇帝不得不得人心 他把自己叫做第一公民 这就是乌大卫 所以我们看看这些人 我们觉得他是战士 军阀 就这么一个一些人啊 那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呢 是他的那个头像 那个也是 他们很锻炼身体 对吧 也是身体很好的那个样子 那么再接下来呢 我们看这一幅画 大家很熟悉吧 这幅画知道吗 这幅画就是沙冰的妇女 说那个古代的罗马拉 他都是男性 没有女性 结果呢 他们举行一个party 请女同胞们来跳舞 跳舞以后呢 就把那些来跳舞的女同胞全部什么 全部把他们当作罗马人的妻子了 那么他们那个妇女的父兄呢 当然就很不高兴 他们就来责问罗马人了 结果呢 就和罗马人打仗了 但是那些妇女呢 就站在当中 一边是他们的父老乡亲 一边是父兄 一边是他们的丈夫 说明了犬将 这证明 那幅画呢 就说明什么 说明罗马人在那个时候很野蛮 搞的是什么 抢婚的制度 抢婚的制度 所以呢 他是比较落后开始的 这个张图呢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镶嵌画 知道吗 莫萨克 那就是拜登廷艺术了 拜登艺术就是这样的 它有个对称 莫萨克就是用一块块小石头拼起来的 它最著名的就是在那个伊斯坦布尔的 说菲尔大教堂 本来都是用这种东西装饰的 这是一个皇后 叫做迪奥多拉 迪奥多拉是那个查史丁尼 大概是查史丁尼的皇后 你看她很对称的 拜登艺术是马萨克的一个局部 这个时候大概是547年 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的 拜登艺术是很别具一格的 这个就是她的那个 她的那个图像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一个问题呢 是她为什么会兴盛 为什么会兴盛呢 我们就看看她的文化 罗马人的文化呢 它是从建筑认为最重要 雕刻其次 绘画再次 音乐再次 诗歌再次 可见它是重实用的 希腊人正好什么 导过来 希腊人最重的是诗歌 然后是音乐 然后是绘画 然后是雕刻 然后是建筑 所以从文化的表象来看 它正好和希腊人呢 对过来了 我们从生活方式上来看呢 罗马人是永远展现强势的一面 他的雕像 形式 健美 武功 理智 这是他们要提倡的美德 所以罗马人的美德和希腊人的美德有点不一样 希腊人是什么 是文化与美 他们呢 是展现强的一面 从罗马人的社会心态来说呢 他承认强者 称赞胜利者 他是因优秀而存活 不为改善而优秀 改善就是refinement 就是不断地提炼自己 不是修生养性的 罗马人是你实质性的优秀 从思维方式来看呢 罗马人容易把一切都放到得失中来考虑 有利可图他就干 没利可图他就不干 所以它是一种功利性的思维方式 他思考得失 患得患失 思考自己的安全性的问题 从那个价值观念来看 强调强有利 强调次序 强调程序 强调责任 所以罗马人是一些什么 是在一个很强悍的文化里面长大的 从宗教人里来说呢 他是要宗教为人服务 不是希腊人要什么 人为神服务 所以宗教呢 是贵族的宗教 罗马人呢 把希腊人的宗教都改了名字 是不是啊 那个比如说美神在希腊人那里叫做阿弗洛迪特 到了罗马人那里叫什么 叫维纳斯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他改了名字以后呢 要宗教为人服 罗马还建立一个万神庙 把各种部落的神都供在里面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会强生呢 看他们文化 文化就表现得很强的一种文化 为什么会强生呢 我们还看他的国家机器 他的强大的国家机器为社会提供了这种稳定性 罗马的政府是最强的 否则我们也不说他是什么放大的国家了 第二 强烈的好胜性 竞争性 使得罗马人建立一种传统不优秀必被淘汰 这样一种情况 第三个情况呢 是高度的理性 什么东西都有计划性 然后使得罗马人凡是用头脑去思考 他自力于扫除一切虚无缥缈的东西 所以你那个诗歌啊 英语啊 虚无缥缈的东西 罗马人不喜欢 第四个情况呢 是罗马文化是具有开放性 他这么大一个帝国 当然把各地的文化都包罗过来了 是吧 所以他文化上具有开放性 出尽了罗马的发展 第五呢 是强烈的世俗欲望和物质欲望 是罗马人呢 在经济上 法律上 建筑上比较先进 罗马人对一切技术性的东西 一切制度性的东西都极感兴趣 那么还有个情况 就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呢 相对衰落 像那个埃及啊 希腊啊 这呢 也出使了罗马的崛起 所以我们说罗马崛起呢 有一些自己的原因 有一些外部的原因 那么总结一下呢 他新生的原因有这么一些 一个是秩序战胜了紊乱 其他的国家都很紊乱 罗马很强有力啊 第二 罗马强调罗马法 法治战胜了人治 罗马的法律是最苛刻的 现实战胜了想象 历史战胜了诗歌 希腊人那里每天在作诗 有什么罪经啊 梦境啊 罗马人那里不来这一套 什么东西都是历史 什么东西是做出来的 然后才承认 第五呢 等级战胜了自由 希腊人那里呢 人要自由 但罗马那里呢 强调等级 城市战胜了农村 罗马文明啊 本着像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城市文明 它用各地在消费 罗马城里是个消费的 不是有句话说什么 条条道路通罗马 通罗马干嘛 通罗马是把各地的好的东西 运到罗马去 所以罗马基本上是个城市文明 那么那个农村在哪里呢 农村在被它征服的那些地方 他们源源不断地 把那个好的东西运输到罗马来 让他们消费 还有呢 罗马人战胜外邦人 罗马人具有高度的组织性 所以就战胜了周边地区的人 文化上形成复补 文化的开放性 因为罗马的文化呢 它在很大程度上 也吸收了希腊的文化 吸收了埃及的文化 所以它能够吸收别人的文化 但是它对自己的文化呢 特别强的一种文化 那么这样呢 就出经了文化的融合 那么我们说 罗马人既然这么强 为什么罗马后来要崩溃呢 为什么会崩溃呢 那么我们说 罗马崩溃的原因是 罗马蒙民后来落后了 罗马人没有幸福感 当然它就崩溃 我们从文明结构上来看 出现了五大问题 出现哪五大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 我们看看是什么问题 第二个开放的文化 它成了机械的文化 封闭的文化 罗马到最后呢 就是消费太过 周边的地区供给它 消费还不够 进取的精神呢 变成了麻木懒惰悲观的情绪 国家制度僵化缺乏弹性 断送了改革的机会 罗马的自我衰落呢 最后导致了满足 战胜罗马 并且满足文化呢 对罗马人也有吸引力 罗马的一些历史学家呢 就觉得满足人很好啊 他们重情重义啊 所以呢 罗马文化一方面是自我衰落的 一方面呢 它也 也因为国家制度太强 使得罗马人反而去赞 上面部落的那些东西 罗马文明发展不平衡性 出现了各种矛盾 那么反主流文化就是基督教出现 社会矛盾尖锐 那么后来罗马基本上是军阀统治 所以从民主呢走向专制 政府的公共性减少 私人性质和军事性质增加 这些东西呢 都是导致什么 罗马崩溃的一些原因 罗马还出现了一些不平衡性 第一个不平性呢 为什么会崩溃呢 七大不平衡 一个呢 价值 规则和事物之间出现了巨大对立 我们说每一件事情呢 都是要一个事物 一个规则 和一个价值 出现了 如果他们是和谐的就能发展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说汽车是什么 汽车是什么 是个物质 对吧 汽车是个物质 汽车好不好呢 这是个价值观念 我说汽车很好 那么汽车 可以不可以乱开呢 不行 它要遵守什么 交通规则 那么汽车如果是好的 那它呢 又是制造出来了 它又遵守交通规则 那样嘛 它的价值和规则和事物之间呢 就和谐了 这样呢 就发就发展了 但是我们举个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说香烟好不好 香烟这个东西是个物质 但是它的价值呢 是一种双重矛盾的价值 就是说呢 它对国家税收可能是好的 但对人体是有害的 是不是啊 那么结果呢 它的规则就规定 所有的公共场所不能吸烟 是不是啊 你要是害自己 你就自己去害好了 所以呢 罗马情况也是这样 当我们看到 罗马这个帝国的物质和它的价值观念 和它的规则之间呢 出现了紊乱 导致了巨大的对立 第二个情况就是消费太过 生产来不及 战争后来扩展到结线 战争也没法打了 那么奴隶也就中断了 没有奴隶老手拿来那么多的物质呢 就出现了消费和供应之间的矛盾 第三 罗马扩张以后呢 罗马是用强力来扩张的 缺乏内在的联系性 这样一来呢 罗马人和外邦人之间矛盾就加剧了 城市和农村不平衡 罗马是个消费城市 周边却是农村之间的不平衡 第五个不平衡是法治和腐败不平衡 一方面把法律强调的特别的厉害 一方面像那个高级的官僚 还有皇帝这些人还有军阀 他们腐败的妖命 钱多的妖命 这样呢当然就不平衡 第六个不平衡 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和家庭传统不平衡 我们知道国家主义是罗马 放大的是希腊精神 还有热曼的传统 这之间呢没有很好的整合起来 这样呢就出现了不平衡 还有物责和精神不平衡 希腊人经常说那个什么叫希腊人呢 就是公和六玄情 公和六玄情产生一种和谐 但罗马人这个精神和物质没搞好 总是重物质清精神 结果呢导致他其他不平衡 导致他衰落 我们从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呢 我们觉得罗马人呢缺乏中国的一些特点 一个中国的统治是什么政治统治 而不是强力统治 罗马人是强力统治 是不是呢 然后我们看那个统一的文化所形成的强大的明军力呢 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 罗马是用军事的线条来统一的 然后他那个基督教呢 基本上也是松散的纽带 罗马人体现还迫害基督教 基督教甚至是他的法文化 所以呢没法形成一条强有力的文化纽带 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国家相结合 因为中国有什么 中国有科举制度是吧 然后呢就把一些知识分子呢 吸收到政府里面 然后就强化了他的政治力量 罗马呢虽然也有些文人 但罗马基本上是五人之政 罗马的一些文人呢 主要是靠那个演说 所以呢他没有一个稳固的制度 让那些知识精英呢来制造政治 所以我们说罗马帝国呢 虽然很强大 但军事性比较强 再接下来呢我们说政权 中国的政权和主流经济像结合的 我们是站在交辅税的 这样一个制度上的 那么罗马是靠奴隶制压迫 奴隶制压迫呢不稳定是吧 靠奴隶的那个利于地租啊 摇曳来那个不稳定 然后呢中国呢有高效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各部门有效分工 罗马也有 但是罗马的那个一个一个行省呢 基本上就是独立的 容易产生军阀 军阀混战的局面 那么中国的政府呢很管公共的事务的 什么修桥什么普路震灾 罗马呢基本上是掠夺型的 虽然它也修道路 但是呢它是掠夺型的 所以呢我们中国的情况呢 中央和地方呢是高度一致的 罗马的地方呢中央和那个被占领地区呢 是充满矛盾的 那么中国的那个特点呢 中国是很很早秦始皇的以后呢 就基本上那个世袭制度 甚至在春秋战国世袭制度 就已经变得很稳固了 那么罗马呢它没有很好的世袭制度 它主要是养子制度 养子制度就是我一个皇帝觉得下面一个人好 我就说他为养子 那么这样一来它这个交接的时候呢不那么稳定 它不是稳固的那个世袭制度 所以呢中国的文化里面有很强大的整合能力 我们叫中庸啊 我们不求走极端我们搞中庸 但罗马呢就是走极端 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呢 罗马缺乏中国的古代中国的文明的一些要素 所以主要就是它没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 容易崩溃 那么我们再来看呢 总结一下罗马崩溃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说罗马帝国的崩溃呢并非是外部原因 我们是说勒曼人把他打败 实际上是内部出现矛盾 主要是自我崩溃 因为征服他的勒曼满族呢 他也本身也很落后 如果罗马帝国强大 那些满族呢是没法征服他的 所以经典作家说呢满族注入到欧洲的 主要是他的野蛮性 那么罗马怎么崩溃呢 主要是内部的刚才分析的那些矛盾 那些不平衡 那么罗马帝国的根本 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人民不幸福 道德风气江河内下 阶级斗争不断坚立无法调和 此外还表现在双业的衰落 官僚作风政治专制 腐税繁众以及巨额的战争费用